大家網友,由 Tommy 教大家煮南乳芝麻蛋散 我這個不是炸的,我只是用焗爐來焗的 桌面這裡的全部都是那些材料 有什麼呢?有低筋粉 倒在這裡 然後有梳打粉 有泡打粉 接著有五香粉 這樣我們就先拌勻 拌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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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拌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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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放在這裡 拌勻 接著有蛋 一隻蛋 有芝麻 拌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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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乳要先放入茶匙 先放入茶匙 拌均匀 拌均匀 然后再放一点点南乳 首先盐用水 放入水 不要一次過放進去 混合 再加一點水 大家要自己看看 你覺得這個太酵了 你就放進去 放進去 現在我們變成酵的粉 這樣還是削 因為我們要搓到一個球 這樣才行 現在可以用來打開 打開 然後打開 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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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太大了 這個質地也要削掉 我等下要給大家看 好了,這是我們的坦白 大家盡量拆 等這塊粉吃光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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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设计划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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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